位在芦州区的空中大学 校园环境其实相当的优美 设立在校内的创新育成中心 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 都会举办原油空大创生市集的活动 除了可以一览校园的景色 还有许多的摊位可以逛 很多人住在芦州区好多年 可能不知道空大校园有开放 甚至不知道有空中大学 设立在校内的创新育成中心 每个月特别举办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 音乐学校在最近这几年 在做了所谓的开放校园的一个空间的活动 那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在地的居民 可以来到空大里面来休闲 来逛逛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市集活动 那这个市集活动主要我们是结合了文创 结合了小农 结合了所谓的普世生活的概念 那它是有点仿造我们进度很多的市集 那希望让你来这边可以是 整个整个的感觉是很轻松很惬意的 创新育成中心多年来辅导协助不少产业 民众如果来参加活动 还有机会看到这些曾经接受辅导的商家 他们所推出的各式各样商品 那因为空大育成中心是经济部目前为止在双北市 尤其在新北市唯一支持的一个地方创生育成中心 那这个育成中心主要的目的在协助地方的一个相关的创业跟创生的活动 那也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很多民众了解说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摊商 包括我们现在的百事级的所谓的摊商 他们很多也都是我们辅导的一些业者 他们从应该初期还没创业到目前为止有创业有成 或者有一些小小的成绩他们希望能做展现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去看到他们这些展现的成果 卢九少见的创生市集活动 安排在每个月第三个周日举办 除了有主题市集 当天也安排了DIY以及音乐表演 南院的草地也很适合野餐 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参加 记得沈仲林景于卢九采访报导